是這麼緊張 你就是要花錢 你就是要投資下去 你要比人家快 強調已經派團考察 不排除赴美投資 而且上中下游都可能 升值因為是 外資的情況進來 這是一個在某個角度講 是對我們政府 國家的肯定 就連匯率也沒在怕 徐旭東不只跟美國比 還要把南韓當假想敵 薪資低總是不好 能夠發總是應該要發了 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國民所得 已經要輸給韓國要一半了 宣布全面加薪 遠東集團包含遠傳 調幅約落在3% 今年年中至少兩個月起跳 而同樣是電信三雄的 中華電台灣大 也有約3%加薪幅度 不過國營事業心情還更好 中鋼去年加薪2.8% 今年因為經營績效好 渴望再端出3.5% 調薪幅度 若成真將是七年來最大調幅 每年金融業尾牙 最期待的就是大咖表演 不過像趙豐銀 今年的年終恐怕要縮水 員工分紅比率上限 雖然拉高至6% 但比照公股行庫 今年起年終加獎金 最高只能4.6個月 也就是說過往7.7月年中的風光 都只能成為歷史 最近匯率就比較不好一點 所以這個非經濟的因素變動也很多 不過好多大公司都已經帶頭加薪 也讓勞工好想問 老闆下個輪到我了嗎 東森 財經新聞 六支沈玉藤 台北採訪報導